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很保守 我一定要够便宜我才買 買房子要CP值高 我就講三千萬變身三億不是工 講話快很準的聶建中教授 直言在七年前 他就曾為房市走向 下了精準的註解 尤其台灣少子化 衝擊房市需求 在自住戶銳減之下 投資客獲利機會也跟著變少 市場供過於求 房價自然走跌 2018年7月起 他陸續參與法派物競標 目前已經擁有超過20件 不動產的物件 我很保守 我一定是在三拍以上 所謂三拍就是 原市價估價之後 基本上就是市價的0.64 如果說到市價去買可以殺 你頂多殺個一成嘛 你很難再殺 但你弄到0.64 你是不是就一定便宜 所以我基本上一定三拍 年前中坦言他標法派物 看的不只是眼前的價格 更重要的是長遠的規劃 瞄準具有度跟題材的法派物件 並以543原則作為其筛選標的 有地是有財 我買的法派都是買地 貴在地不在房 我買的是舊房 舊房是CP最高 上禮拜六才帶我家人 小夏夏門街旁邊一間 新蓋的預售屋 四十多坪 然後賣四千九百多萬 用小山房 我四十多坪四大房 我是完全十坪 我才一千多萬 所以差異很大 那我就跟人家講說 什麼樣的房子可以達到這樣的CP值 就一個543定名 就是以地為主的 考慮未來發展性的 第一個 你要買這一區 不要超過五十戶以上 那像我這邊很單純嘛 就三間二三四樓 我說我預算18年後 我準備 現在花這些錢 我準備要攤提18年 我就準備跟他們談 未來我在那邊 就一定會有一個豪宅 這18年 或者20年後 我小孩會住很棒的房子 這樣 我就是講的 三千萬變身三一不是夢 試什麼 如果一坪四十萬以下 不要 如果一個新建案 現在在市場賣四十萬 就是說你附近地 表示不貴嘛 新建案都這麼便宜 建商跟你談 說他 貨力有限 第三個 三十年以內的房子 不要 所以我的買的都會三十年 我三十年多年或四十多年 會非常CP值 非常高 非常過癮 我是用投報的角度 我說 你自己想一千一百多萬 我全額貸款 我如果六間 在林森北路南京 用這邊交口 你覺得一千人租多少 套房 隨便租可能就上萬 如果六間平均租個六萬 本息貪環 全部可以幫你付錢 你都不用付一毛錢 二十年後你就多一棟 聶建中喜歡透過 司法院法派物系統 查詢公告 三副五師就上去逛逛 也許就會撿到 射夠短話的物件 但他也特別強調 物件之所以便宜 都有原因 因此針對有興趣的物件 他會在詳約法院公告確認 是否有租認權 抵押權 投標資格限制 以及優先承買權 且盡量選擇 法院點交的房子 另外不同於一般的買房 法派物在投標時 就得事先準備 底標價20%的保證金 且得標七天內 要付清全部的款項 所以一定要算清楚 自身的財務狀況 才能放手去拍 我是滿清漫長大的 都是靠自己 我出過什麼都靠自己 我沒有花家裡錢 讀過書 從國中高中都靠自己 就會走比較 學過短話的路線 當念建中發現 法派物學過短話之後 便開始專研 法派物的購物法則 並在1997年 買下第一間法派物 為自己 同時也為家人圓夢 我每個月收入 學校是微博的 都是外面這些投資 這些所謂的理財收入 讓我其實 人生其實非常穩 我非常開心 就是說 我告訴人家說 一個人要成功 很多定義 我的定義就是 兩樣自由度要達到 第一個是我們財務學 講的財務自由度 所以財務自由度就是 工作之外的理財收入 超過你的所有的支出 第二個叫生活自由度 工作就是一個生活不自由 當然你很愛你的工作 像Google的環境非常漂亮 每個人去看到彩色的特殊 可以啊 可是很多不是 以外就算生活自由 都達到 這是我人生定義的成功 因為我覺得 這樣子會讓你很開心 因為你就會沒有壓力